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他真的是很想打 年过八旬的被执行人 引人深思的家庭纠葛 里面藏着很多东西 很多故事 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被孙子卖掉的养老房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国金飞 对于咱们大多数老百姓来讲 一生辛苦劳作 忙忙碌碌 到了晚年最重要的成就 就是孩子和房子了 孩子代表着家族兴旺和感情寄托 房子则代表着人身安全和生活价值 可是在福建省厦门市的私明区 有个叫沈木水的老人却表示 他只怕这两者都要失去了 至于背后的原因 那真的是引人深思 其实最早注意到沈木水 给的是当地法院的这个执行法官 2021年10月20号这天 他们接到了一个常见的执行案件 私明区的一套住房被赖给别人了 但是住户呢并不愿意搬出去 他们需要上门强制执行 也就是清贝这套房屋 但是房门打开之后呢 门背后的这个大爷的那个反应啊 就有些出人意料了 给法官开门的正是沈木水老人 都已经巴士好几了 走路都不太方便了 但是见着法官呢 那是分外的热情 忙里忙外的招呼大家 这个呢就让法官有些诧异了 一般来讲案子到了强制执行这一步 多半是被执行的一方 胡搅蛮缠阻扰执法 要么嘛就会避而不见 逃避执法 可是看着沈老爷的这态度嘛 通清达理的很呢 而沈老爷的接下来拿出来的东西 就更让人意外了 他拿出了一张房产证的婚姻件 表示了自己就是这个房的房主 这本来是个很常见的流程 但是执行局的法官却更加纳闷了 说等等哈 大远您说这房子是您的房主 但是据我们所了解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啊 接下来执行局还特意跟沈老爷的介绍了一下 他们过来的这个室友 2021年2月 裴先生来到法院 说自己买了一套房子就住不进去 他要起诉原房主 法院拿着相关证件和票据一看 还真是这样 这套房子2019年的时候 以接近400万的价格卖给了裴先生 还顺利的过了户 但是注意哈 这个跟裴先生进行交易的房主啊 叫许林 据说是个年轻人 也就是说跟裴先生交易的是许林 并不是沈不水老人 许林是谁呢 这里边肯定有情况 提到这个问题 老爷子突然就泪流满面 他表示许林其实是自个儿的孙子 这房子是孙子自作主张给卖掉的 这可是自个儿一辈子的心血 唯一的一套房产 可是显然不合逻辑 房产交易必须得取得房主本人的同意 而且得在场 如果老爷子真的是房主的话 孙子怎么能够瞒着爷爷把房子卖掉呢 先说说这套房子的由来吧 别看他现在市价几百万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 沈不水老人是一无所有 他从小生活在农村 为了改变命运 20岁的时候选择了当兵入伍 军礼生涯给沈不水带来了很多的荣誉 也让他在退伍转业的时候留在了大城市 有了一份在厦门某公司的工作 结婚成家之后他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可是因为在厦门没房 他只能把妻子儿女都留在农村 直到1991年的时候 两地分居的情况才有所改变 大儿子们继续留在农村 沈不水的妻子二儿子以及小女儿 都先后来厦门打工 和沈不水住到了一起 可是那个时候他们依旧是没房 四口人只能挤在一间小出租屋里 那我们小的我们就是就是有隔一层楼嘛 我二哥住上面 那我们就住在下面 我是睡一个沙发 那时候真的是很穷 安居乐业首先得安居 一月就是今年的时候梦寐一求的机会来了 沈不水的这个单位有了住改房 沈不水可以选一套 可不透晓的是沈不水下岗了 这房款得好几万 他根本拿不出来 老沈嘛是个刚强的人 他决定哪怕就是做苦力也得为家人圆梦 马路上踩山轮车啊 这有这些人啊 我什么厚的我就尴尬了 百般辛苦四处举债 沈不水终于凑齐了房款 到了1999年 一家人终于有了属于自个儿的房子 三房一厅 因为还有一个吃饭的客厅 还有另外一个客厅很大嘛 安台也是挺大的 拿到那套房子真的是很开心 又很高兴 是 我原老了 脚之地之处 我没这个处了 圆梦的过程是艰辛的 但结果是美好的 老沈又紧巴巴地过了好几年苦日子 把欠朋友的钱都还完了 接下来就该苦境甘来安详晚年了 房子的来由 咱们说清楚了 那问题也来了 这套房子可以说是沈木水 大半辈子的梦想和心血 这么来之不易 怎么会自愿转让给别人呢 之后的故事就引人深思了 变故就发生在2014年 那一年呢 沈木水的大儿子提出了一个要求 但是事实上几个子女都已经分开了 那个时候沈木水的大儿子 在老家的村子里头承包鱼塘 小女儿承家单过 只有二儿子一家和老两口同住 既然如此 这分家分的是什么 可能你也猜到了 他们想分的就是厦门的这套房子 那回去都一直在那吵着 吵着要分就分 后来我爸也同意了 要分就分 就后来就每个人 兄弟姐妹都交在一起嘛 就三两 这房主明明是老爷子 而且这不是他唯一的房子吗 为什么他会同意拿出来分呢 沈木水老爷子是这么解释的 我操劳一生 是为了家人买房子吗 也是为了家人 说就不好听了 百年之后 这房子不也是孩子们的吗 早分迟分 有什么区别 好吧 感情这分家 其实就是让孩子们提前继承房产 分配房产 既然如此 那该怎么分呢 大儿子提出的办法倒也是公平 他表示 我跟妹妹都在别处成了家 这房子住不着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房子分给和爸爸妈妈同住的老二 让他拿出钱来补偿父母以及哥哥妹妹 老二为什么不同意呢 因为他觉得这方案不公平 房子虽然是父亲挣下来的 可是他当初也拿了好几万出来装修 大哥根本就没把这装修成本算进去 再说了他经济能力有限 也拿不出几十万来补偿大家 于是他提出的方案是把房子卖漏 五个人全部平婚 老人家两个也要各得一婚 不然他们住哪里怎么办 是啊 二儿子可算是说到重点了 这房子是老人的养老房 房子卖了老人的晚年生活 如何保障呢 这时候呢 省不水老人面带慈祥 他说出的话 把子女们都感动了 他说自个儿呢 也不需要这个分房款 只要保证他们老两口 能在这房子里头一直住下去 安享晚年就行了 就这样 大家经过商议 达成了一致 2014年9月10号 分家协议出炉了 上面有两位老人 以及三位子女的这个签字手印 协议第一条写明 老沈夫妇同意把房屋所有权 捐为大儿子所有 第二条写明 房子坐价九十万 大儿子补偿给弟弟和妹妹 美元三十万 同时写道 老沈夫妇有权居住在房屋里 直至百年 由大儿子照顾其居 继续分家协议 房子就归大儿子所有了 可是我们前面也说了 大儿子是在乡下养鱼呢 他要怎么照顾老两口呢 大儿子又提出了个解决办法 还是个让老人特别满意的办法 孙子许林呢 刚好在厦门打工呢 你把房子够不到孙子的名下 让孙子给你养老 但是一份承诺 如果仅靠道德维系的话 必然充满着不确定性 可能后续的发展你也才到了 2019年年底 老爷子发现 长孙许林一家 过来搬走了 又过了一年 一纸执行通知书 突然交到老爷子手上了 他这才明白 孙子竟然瞒了他把房子给卖了 不用说 他被这消息给打崩了 我没有想到 做梦都没想到 孙子究竟到哪去了呢 为什么要卖掉房子呢 要知道孙子一家都是在厦门打工的 这房子其实也是他们一家唯一的房产 他怎么会贸然卖掉这唯一的房子呢 在大儿子那儿 老爷子得到了这样的猜测 大儿子说 许林这是好赌诚信 欠了一大笔钱 但是许林在电话里头 反驳了这种说法 但是不管怎么样 许林卖房的原因很清楚了 可是他这么做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大儿子的回答就出人意料了 卖之前有跟我说 说欠银行的钱 欠的太多了 你不卖房子 人能怎么过呀 也就是说许林卖了这套房子 他的父亲 也就是沈老爷子的大儿子 竟然是知情的 但是他们都认为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选择 房主处置房产 这天经地义 可是他们难道就忘了 这套房子是怎么来的吗 他们难道就忘了 对老爷子的承诺了吗 说起这个事 许林倒是解释了一番 原来许林在售出房产之后 还跟如今的这个房主 陪先生说好了 说这房子以租房的形式 转租给许林 每个月交租金 按照许林原先的计划 就当他为爷爷奶奶租房了 许林胸脯拍的震天响 可实际情况如何呢 说起这事 裴先生就气愤不已 他表示确有租房这一说 问题是你租了房 没交租金呢 每次催租金 你就拿老人做借口 说我要是收回了房子 那老人就没出处了 就这么扯了一年多的皮 裴先生忍无可忍了 才到法院起诉 要求腾房 好嘛 原来还有这么个细节 难怪这房子都卖出去 两年了才开始打官司 但是对于许林的解释 沈不水的二日子说 这是许林为了瞒住老爷子 所实施的缓兵之计 就许林这些年的表现 根本就没有照顾 爷爷奶奶的那份心 好吃懒做 你整天就是在家里玩 我妈妈看来住了一个礼拜 就跟他们吵架 就不说话了 我有问她 我说上班不去上班 你到底一直在玩手机 她说没有啊 我没干嘛呀 起诉一家人还以为 许林只是懒惰不辞进取 可他们如今回想起来 这才觉得 她很可能早就沉迷于 网络赌博之中了 直到急重难返 卖房还债 而卖完房子之后 许林就不再露面了 这个案件开庭之前 我们也是正常地走完了 电话送达 邮寄送达 上门送达 公告送达 完整的这个送达程序 已经走完了 那从我们掌握的 这个送达的材料来看的话 许某应该也知道这个案件 但是他就不愿意来面对 网上吃钱啊 掉进烂泥坑了 老人痛心孙子的堕落 但是孙子一步步走到这个地步 真的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了 似乎从当初那份分家协议开始 隐患就已经埋下了 除了许林自己 没人知道他究竟欠了多少钱 他回避了所有人 其中包括了他最对不起的爷爷奶奶 直到法院在房子门口张贴了告知 老人这才觉得房子可能出事了 可能一直拒绝相信 何愿面对 他一直不相信 他这个孙子是赌博书前卖的房子 而是觉得是长子长孙和谋 是来霸占他这个财产的 不仅过户不要紧 而且要把他们赶出去 所以他一直觉得这个买卖是假的 这就是为什么老人一直在房子里头 等待法官上门了 他是想从法官嘴里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但是法官所说的话 无疑让他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 这套凝聚了他大半生心血的房子 真的不再跟他有关系了 他和老伴操劳半生 该何取何同呢 看到他就很想打人 看到他真的是很想打 真的他也不懂得去珍惜了 也不去想一下爷爷奶奶 以前这套房子是什么得来的 是啊 当然应该谴责许林 他应该很清楚 自个儿名下的这套房子是怎么来的 他怎么能够不顾当年的承诺 把爷爷奶奶逼到这个地步 可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老爷子很恍惚 恍惚 裴先生也觉得很无辜 老爷子说呀 我手里有分家协议 但是裴先生那边的房屋交易 也是正当而下合法的 这件事从法律关系上 应该怎么解读呢 其实他们所谓的分家协议 主要就是分的老人和他妻子 相用的房产 这套房产是老人基于他的一个职工身份 从单位获得的福利房 老人做了一系列的安排 把他妥善的分给了三个子女 那其实就是说 老人把自己的房产分赠给三个子女 这样一种正义的合同 但是这种正义它是富有义务的 这种义务主要表现为 确保老人在这套房子居住 直到百年 但是我们国家民法典 第368条明确规定说 设立居住权应当申请去进行登记 如果没有经过登记 那么他就不具有这种法律上的 居住权的法律效率 如此以来呢 老人他只享有依照这个协议 要求长子长孙保障他 在这个房子居住的这样一种债权 那这个债权它在专利上 显然是低于所有权的 对抗不了裴先生的所有权 那裴先生主张收房 也确实是合法合理 专家的解释很清楚 以裴先生的房屋所有权为先 这也是他们进行房屋清退的法律依据 可想而知 这个解释简直就让老爷子陷入绝望 如今孙子消失了 裴先生收回房子了也有理有据 那他该怎么办呢 执行厅当法官们了解了 前因后果之后 眼明心亮的指出 还有几个隐藏的人物没表态的 他们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欢迎回到传奇故事 刚才我们说到 巴旬老人沈墓水 自愿把唯一的养老房赠予子孙 还签下了协议 要求保证他们俩一直在房子里住下去 可是没过几年 这房子就被孙子 以390万元的价格卖掉了 面对法院的强制执行 他们老老口很快就要无家可归了 老人的境遇确实让人同情 但是要解决问题 仅靠道德层面的谴责 那肯定是不够的 法律才是道德的底线 也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行为规范 成年子女对于老人有赡养的义务 这种赡养是不讲条件的 就只要老人他出现了生活困难的问题 作为成年子女都应该去妥善的解决 不管有没有合同上的一些安排 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分家协议 子女对于父母都应该尽到赡养义务 所以要想顺利的执行案件 首先得解决好老人的居住问题 法官一方面加紧联系裴先生 向他解释了老人面临的特殊情况 一方面就着手联系老人的子女们 可法官逐一接触之后 发现这事并不好办 第一个表示拒绝的就是孙子许林 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躲着不出来 他说我出来有什么用 我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说你不出来 你可能面临的后果会更严重 你还是要积极地面对 法官严肃地告知许林 如果继续拒捕执行 可能涉嫌拒捕执行判决裁定罪 这可是刑事犯罪 不是闹着玩的 而三个子女那边情况也不用乐观 意见最大的就是老二 他说自从分家的那一刻 他就被老爸和大哥伤着了 老二回忆说那房子当时剁价90万 其实远低于市场价 父亲这么剁就是偏心大哥 也完全无视他砸进去的装修投入 房子分了 亲人之间的感情也就受伤了 本来我们兄弟感情很好 在老家他演了两个鱼堂 鱼鸟也是从下门这边我帮他抓去 我老爸掏的钱出来踩三分车赚的钱 然后拿的钱给他买鱼堂去演义 后来就讲说上班的东西也是他的 下门东西都是他的 哇真的是 分配布公让老二失望 但是老大呢同样是愤愤不平 因为他本来是想把房子分给弟弟 是弟弟不要才给他的 再说这房子他也不是白得的 当时他手头没钱 是以许林的名义向银行贷了款 这才拿出了60万补偿给弟弟妹妹 但是不管怎么说当初坐价90万的房子 如今390万卖掉了 长子长孙都是获利的那一方 所以一大家子多到一块之后 法官徐六斌提出了他的主张 他认为于情于理应该让沈木舍的 大儿子和孙子许林来承担安置老人的主要任务 孙子许林依旧没有到场 但是大儿子表态了 说我们不是不想养老爸 实在是力不同心 要知道许林这些年呢 把他折腾的够呛 许林欠的钱使得太多了 卖房子钱全都填进去 还不够 还向他要了十几万呢 折腾老了折腾小了 实在受不了了 气坏了 我也不想跟他说话 他也明明打给我 差不多两年 沈木水的大儿子说呀 如今他已经55了 还要在老家打工挣钱 许林为了还债 也抛起了网约车 就他们这条件 拿什么赡养老人呢 问题是二儿子和小女儿也不容易 这俩人目前还在厦门都房居住 也没有能力接纳父母同住 这该怎么办呢 法官认为难处再多 但是大家都应该有共识 赡养父母是义务 也是不容回避的责任 他的说法也得到了子女们的一致认可 经过脱伤 沈木水的大儿子同意出钱 在同地段租住一套 与原来那套房产差不多大小的房子 供父母居住 二儿子和女儿也同意 共同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 2021年11月沈木水老人和老伴搬到了新的出租屋里头 这里距离小女儿家的比较近 小女儿也会经常过去来看望照料父母 房间窗帘几近 老人精神绝朔 分拨过后 这事终于有了一个相对圆满的结果 一晃半年过去了 执行法官又来到了沈木水老人的住处 他们为老人带来了个好消息 法官帮助指导老人的子女 向有关部门提出了租赁房的申请 目前他们正在这个排队轮候中 沈木水老人的晚年生活呢 又多了一重制度保障 过也没有用了 所以我就忍忍忍忍忍下来着 老人内心里依旧有一次不甘 有一些无奈 但是相对以前吧 他平静了很多 对他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保重好自己和老伴的身体 健健康康的度过晚年 这个案子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发 面对至亲儿女做父母的 大多都会忍不住为子女考虑的多一些 为自己考虑的少一点 但是无论怎样 老人的私有财产 它最应该起到的作用 是给老人的晚年生活做托底 这份财产代表着经济的自主 和晚年的尊严 这个一定得慎重对待 好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聊聊方式 告诉给我们 好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各位观众 再见